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战斗机飞行员被恐怖分子劫持 利用战机高速引爆讨生的 法国冒险动作电影《空中杀阵》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江电影 英国法宝罗夫航空展 各界军火商大佬齐聚一堂 看似赏心悦目的飞行表演是航展的主旋律 但实则是主办方推销战机的好机会 如今年的两匹黑马 美国的F16战机 法国幻影2000战机都是热销大门 美法两国也是暗地里白手腕 只为征得这块大蛋糕 在塔台工作人员不断催促下 姗姗雷迟的幻影战机飞行员登上了飞机 然而飞行员并没有按照表演流程形式 而是驾驶战机直接飞离了航展 这部操作让所有人集体蒙逼 原来就在刚刚 幻影战机真正的飞行员 已经被一群恐怖分子杀害了 现在战机上的飞行员是假的 目的就是要节奏之架幻影2000 眼见战机身影已经在雷达上消失了 现场负责人赶忙联络军方请求支援 北海上方 刚完成训练准备返航的老安和小帅 接到了这个任务 两人都是法国空军基地的王牌飞行员 凭借老练的飞行经验 他们很快发现了端倪 察觉路过客机产生的拖拽有问题 果不其然 那架被盗的幻影战机正隐藏在客机下方 怪不得雷达没有显示 随后 两人左右夹击 面令飞行员返航 结果对方直接回进了国际首饰问候 紧接着飞离了控制区域 老安和小帅立即调转机头追过去 对方利用云层掩护 一个加速就不见了踪影 再次出现时 已经跑到了小帅屁股后面 并间接锁定了小帅战机 这可不是开玩笑 老安察觉不对 立马联系塔台 请求攻击 结果请求被驳回 小帅抛出树枚干扰弹尝试摆脱锁定 可对方追得太紧并不管用 眼见欢迎战机就要开火 老安关掉通讯 果断攻击打爆了欢迎 这才救了小帅一命 但两人也因此摊上了大麻烦 军方并不知道飞行员已经被调包 损失一架近亿员的战机和一名飞行员 让他们十分震怒 直接开除了不听指挥的老安 小帅一听救命恩人被开除 一怒之下也辞职不干 由于有被开除的污点 两个曾经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 现在只能在旅游景区 开老爷飞机维持生计 另一边 国家战斗机中心会议上 一名澳洲军火商 为了对比战斗机性能 提出让美国的F16战机 和法国的欢迎2000来一次竞赛 距离、时间、飞行条件都一样 谁先到达终点 他就下定谁的订单 军方为了出事后好甩锅 责令这次竞赛的参与者 不能是现役飞行员 所以老安和小帅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由于参赛路程遥远 期间还要途经敌国领空 军方派了两架战斗机护航 所有飞行员以及飞机全副武装 任务的开端很顺利 三架欢迎战机在萨迪尼亚外海 完成空中加油 路过敌国领空时 老安下令三架欢迎战机重叠飞行 伪装成民航客机巧妙地躲过了雷达追踪 随后几人利用地形掩护 开始低空加速飞行 而美国F16战机因燃料出现问题 落后幻影不少距离 看样子 幻影的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然而 就在老安等人准备再次补充燃料时 加油机的驾驶员却被离奇干掉 燃料不足的他们被迫降落在北非小国急不提 战机刚一落地 就被一群恐怖分子包围 老安几人很快便被搜身控制 一名幻影飞行员还因反抗惨遭杀害 老安和小帅见状不敢再情绪妄动 不过 趁着刚才混乱间隙 老安关掉了战机开关的保险 算是留了一个后手 随后 恐怖分子找来几辆大卡车 打算把三架战友换机全部运走 原来 所谓的飞行竞赛是一场骗局 军方内应和恐怖分子合谋 再次劫持了幻影战机 第二天一早 老安被恐怖分子粗暴叫醒 表示战机坏了 启动不了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老安假模假样检查一遍飞机 其实只是趁机打开保险开关 恐怖分子担心老安做什么手脚 让他先飞一段试试水 这一切都在老安的预料之中 战机升空后快速俯冲贴地飞行 小帅见状赶忙捂住耳朵 恐怖分子有点懵 这是新式的祈祷方式吗 下一秒 原来 战机低空飞行会引发音爆 老安驾驶战机稳稳落地 后座的恐怖分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弹射座椅送上了天 这高度降落伞估计是打不开了 小帅趁机干掉了看守的恐怖分子 抢过阿卡打钻锁链 把车开到了战机旁边和老安一起逃跑了 恐怖头领健壮还想要驾驶战机去追 结果 就这样 哥俩成功脱离险境 驾驶着敞篷战机回到了空中基地 由于两人的英勇表现而官复原职 幻影战机还是丢了一架 原来恐怖分子打算在不久之后召开的欧洲峰会上 开幻影2000混进表演方队 袭击25国领袖 老安和小帅猜到后 赶忙驾驶战机向着峰会会场急迟而去 老安认为 恐怖分子的目标很可能就是那架空中加油机 几十吨的燃料一旦发生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距离表演时间还剩三分钟 果然 军方雷达上出现了不明黑点 哥俩尖装立马包抄过去 万万没想到 驾驶幻影战机的是他们熟悉的飞行员卡斯 原来他也是恐怖分子中的一员 眼见卡斯距离空中加油机越来越近 老安瞅准时机 还真是意高人胆大 任务失败的卡斯没有犹豫 直接打开机舱弹射座椅 跳伞逃离了 而老安则是跟了无人战机一段距离后 在途经无人驱使 发射导弹炸毁了这架幻影战机 至此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而这场阴谋的策划者 军方老辈最终自食其果 死在了爆炸袭击当中 至于卡斯 他换了一副面孔 从此逃离到国外定居生活 空中杀阵善用于2005年 剧情比较狗血 感觉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被拍得很复杂 但好在 震撼的空中镜头 弥补了这一点 影片中75%的空中飞行镜头 都是实镜拍摄 就连引爆战机的大场面 也都是真正的飞机 显然是得到了法国军方的大力支持 属于幻影2000的广告大片 再加上 片中的配乐非常好听 带着亮妹上天调情 确实够撒 果然 玩浪漫还得看法国 总体来说 影片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